- 又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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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們早上結束了 - 彰化下午茶要來囉 - 彰化之光小王子 - 彰化之光小王子 - 欸這個是彰化大寶 - 對 - 好可愛 - 它是蔬蔬肉飯耶 - 可是 - 佛總可以吃蔬蔬肉飯嗎 - 它是素蔬蔬肉飯 - 對 - 你忘記我們上一集 - 我們有很多讓人家一想不到經驗的素食料 - 好不好 - 下午可以吃肉了 - 肉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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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- 我們第一家呢 - 就讓你吃豬腳麵線對不對 - 欸可以 - 這家豬腳麵線怎麼樣 - 這個是我跟你講 - 它是清燉豬腳 - 清燉豬腳 - 然後呢是小朋友可以吃 - 它是用當歸去熬燉那個湯底 - 所以它是清甜的口感 - 那我們第一家店呢 - 很近很近 - 就在這條路 - 你看 - 福二坊 - 福二坊 - 福二坊就在那邊 - 福二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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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豬肉一定要很新鮮 - 對 - 要不然它可能味道會比較明顯 - 你們看這一碗 - 這麼多才一百元 - 這個可以味道很涼 - 兩口子 - 對 - 老闆你要是可以加糖是不是 - 可以喔 - 免費嗎 - 還是你會收錢 - 免費 - 其實是限定內用才用的喔 - 內用 - 免費加糖 - 超讚的 - 牙切老闆娘推薦的牙切 - 其實我們家好了 - 為什麼我們帶大家來吃就是 - 這個是小朋友都敢吃的那種料理 - 小朋友可以接受 - 對 - 然後甜甜甜的 - 然後它的肉質又很軟嫩 - 它的湯真的是甜甜的 - 然後淡淡的當歸香味 - 它的當歸比較像是蹄味 - 不是那種很重的當歸味比較 - 喔 它豬腳很新鮮欸 - 我剛剛沒有吃肉 - 我只吃皮的部分喔 - 它的皮完全不油膩欸 - QQ軟軟嫩嫩嫩的 - 很好擠絕 - 不是那種很彈 - 然後 - 肯定要咬的那種 - 沒有 - 擠絕一下就沒 - 然後 - 那個湯的湯頭啊 - 除了有當歸味道之外 - 還有那個豬腳 - 的油脂 - 那個油脂 - 那個油脂不是油的油脂 - 很順頭的 - 然後搭配那個麵線 - 對 - 這樣子刮口吃下去超棒的 - 它的肉是我這樣拿筷子 - 它我一夾肉 - 夾 - 就夾掉了耶 - 它的肉超級好咀嚼 - 好嫩喔 - 我們在吃豬餅的時候啊 -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種子 - 它的皮質就有乾淨 - 超乾淨的 - 超乾淨的 - 對 它會有 - 還會帶一些毛 - 那個很可怕 - 那個我怎麼怕 - 不行啊 - 讓你這樣輕眼提頭 - 吃起來就這樣吃 - 對 - 你可以很放心大口氣 - 沒錯 - 那個豬腳吃起來也是帶有一點點甜味 - 對 - 它的當歸的香氣什麼都在豬腳肉上 - 而且豬肉型的鮮鮮肉很鮮實 - 它馬上就會 - 要稍微 - 過雷 - 就是 差了一點味道 - 它就有這個豬肉味 - 嗯 - 還會不舒服 - 面前的當歸味會有更重 - 吃了它吃了 - 因為它整個吃飽了嘛 - 鴨蟹 - 鴨蟹 - 它它起來好瘦喔 - 而且它還 - 色到米粒的那種鴨蟹 - 剛剛老闆娘說 - 這個有個醬 - 一個是冬犬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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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一個是什麼醬油膏 - 都打在一起 - 它說你兩個各一半 - 超好吃的 - 如果是麵類的 - 它就會是翻醬 - 或者是辣椒醬 - 喔 - 麵類的話 - 對… - 如果它是肉類的話 - 肉類的話 - 它就會像冬犬蠟 - 或者是醬油膏 - 有分喔 - 章話有分 - 我們不是什麼都亂加的 - 我們可是有分的好嗎 - 我們現在加冷凍玉 - 哇 它沒有開 - 給大家分享 - 永新街冷凝 - 它修到明年三月才會再營業 - 冷凝它沒吃到 - 我媽最近真的挺好 - 喔 - 因為我建年有聽到 - 因為我想說應該到 - 十一月 - 十二月 - 二月 - 好可惜喔 - 那你形容一下這家冷凍玉 - 我知道它魚頭真的很便利 - 它的湯底是用那個 - 自己吃家裡也是吃下去熬的 - 我喜歡荔枝耶 - 它是那種乾淨乾淨 - 加上綿密的芋頭感 - 因為我也是芋頭掛的 - 你也是芋頭 - 所以芋頭的東西 - 我都會超級期待的 -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 - 就是公有零售市場 - 它是早市 - 對 早市 - 早市裡面呢 - 有一家什麼茶 - 你說好像彰化特有的 - 是一個什麼茶 - 是蒂古露 - 蒂古露 - 其實也不是說彰化特有 - 只是彰化多耶 - 一個植物叫蒂古皮 - 蒂古皮就是枸杞的汁 - 然後枸杞退湖 - 然後它拿來做蒸餾 - 它就變成一個像 - 就是我們一般人用水這樣 - 但它有一種青草的味道 - 如果你覺得蒂古比較熱 - 或者是中暑 - 就會喝這個 - 我現在有一點熱 - 我要喝蒂古露 - 覺得都透明的嗎 - 它是蒸餾 - 這是水嗎 - 拿茶 - 喝喝看 - 各位 我們要喝的是蒂古露 - 不是水喔 - 它是蒂古露 - 我以為它是像青草茶那種顏色 - 但是其實它是像水一樣透明的 - 因為它蒸餾出來的 - 它聞起來的味道 - 甜甜苦苦的 - 是那種藥草味的感覺 - 再呼籠把它拔中一下 - 可以耶 - 它是你喝進去的時候 - 沒有任何感覺 - 你要吞下去之後 - 它的後味才會出現在猴頭 - 有一點點像蓮藕 - 蓮藕的味道 - 它首先會有一點微苦 - 可是那個苦不是很強烈 - 是好像有一點苦 - 輕輕的 對 - 輕輕的 - 然後開始有那個蓮藕香出來 - 最後的時候你會有一點 - 好妙喔 - 青草的那個涼感跑出現 - 好奇妙喔 - 真的我沒喝過這種東西 - 沒有喝過耶 - 超妙的 - 地鼓入 - 而且觀眾會不會覺得說 - 都在喝水 - 觀眾 - 他們一定想說 - 這些人白開水也可以講 - 這麼開心 - 真的是地鼓入嗎 - 對 我們就喝白開水 - 沒有騙你 你來喝喝看嘛 - 那我們下一家呢 - 來到了這裡徒步區 - 永樂山區 - 想要是說這以前是夜市嗎 - 對以前是夜市 - 現在不是 - 現在就不太算是夜市 - 沒有那麼晚 - 好 那這個徒步區有一家 - 包子店 - 素食的香菇加上豬肉 - 它就會再上那個斑頭 - 就會有另外一種風 - 喔 - 它現在只有香菇肉包 - 老闆說他沒有做蛋黃香菇肉包了 - 對對對對 - 因為那個蛋黃成本太高 - 所以就是 - 香菇肉包 - 我要咬到肉的時候 -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股淡淡的酒香 - 肉是很Q的 - 很扎實 - 然後它整體的包子的口味偏甜 - 它的包子啊 - 我覺得是有咀嚼度 - 就需要一直咀嚼 - 所以包子的甜就會搭配那個肉的香 - 肉甜 - 喔 - 那咀嚼起來超好吃 -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一些肥肉 - 吃起來沒有很明顯的肥肉感 - 對沒有 - 反而是汁比較多 - 所以我覺得那個汁應該有可能是油脂 - 油脂 - 就是油脂跟湯汁混合在一起 - 對 - 所以它整體吃起來蠻濕潤的 - 但它屬於是比較甜口的肉包 -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種款的肉包的話 - 你應該會很喜歡 - 因為它的皮也是好吃的 - 因為它的皮也是好吃的 - 但想必這樣子吃它的那個包子 - 大概就知道它的饅頭不好吃 - 真的 - 對 - 因為它的皮是好吃的 - 所以它的饅頭 - 因為我是一個超喜歡吃炸饅頭 - 我愛吃到我現在是小王開一個汁烤饅頭店耶 -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它的肉感是好的 - 非常好 - 我蠻喜歡這個肉感 - 然後就是Q啊 - 有盤啊 - 然後嫩都有 - 我只能說 - 小王子你真的很上道 - 我剛剛那邊講 - 我剛剛那邊講 - 心頭好 - 炸饅頭 - 他馬上給我安排炸饅頭 - 什麼意思 - 一定要一定要 - 它就是下午的時候啊 - 你真的覺得 - 好想吃東西的時候就會來吃什麼 - 我的炸饅頭來了 - 來來來 - 欸我跟你們說 - 北斗記不記得 - 我超愛酸菜包 - 它就是長得很像 - 你的是我剛剛看扣肉 - 扣肉 - 就裡面有酸菜也會加花生粉 - 就刮包的概念 - 怎樣 - 你雀跃的跳 - 我終於吃到 - 炸化的烤肉 - 你一入口啊 - 那個外層的那個炸饅頭啊 - 上面薄薄的 - 比較有脆度 - 裡面呢 - 還是有咬勁的 - 然後再來是它那裡面的那個 - 三層肉啊 - 油脂非常棒 - 酸菜呢 - 跟那個花生粉搭在一起 - 酸 - 甜 - 花生粉 - 很棒 - 味道很搭 - 酸菜包 - 是我愛的食物 - 炸饅頭也是我愛的食物 - 它現在把炸饅頭跟酸菜包 - 混合 - Oh my god - I have a pain - I have a apple - 酸菜饅頭 - 屁屁的屁 - 我沒有 - 對不對 - 為什麼台北沒有這種東西 - 為什麼 - 為什麼 - 為什麼 - 我要在台北開 - 為什麼跟我搶 - 那個酸菜 - 那個一點點的酸一點點的甜 - 在你咀嚼饅頭的時候 - 會慢慢這樣子 - 滲出來 - 慢慢一點點的滲出來 - 然後它的饅頭 - 一點都不會難咬 - 你以為炸過之後 - 好像會難咬 - 沒有 - 饅頭是鬆軟的饅頭 - 你看 - 是這種 - 它很像麵包 - 很像那種 - 它比砂巴味的麵包還軟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它花生粉給很多 - 我剛剛咬到中間之後呢 - 那花生粉有混著一點砂糖 - 你咬下去 - 花生的香氣 - 跟砂糖的甜味 - 還有那個砂砂 - 有那個顆粒感 - 一點一點那個砂 - 我好喜歡那個顆粒感 - 咬的時候會這樣 - 咬嚓嚓嚓 - 對 咬嚓嚓嚓那種 - 然後混著酸菜 - 我好喜歡 - 我天啊 - 而且 - 你知道這一個才多少錢 - S - 真的 - 誇張到爆炸 - 這很大欸 - 我剛剛沒有比 - 它太跟我手一樣 - 它有起敗 - 它我快吃完 - 對 你看 - 欸 你是一整天欸 - 對 - 還是OK吧 - 對啊 - 很OK - 這家很OK - 下一家呢 - 好像在菜市場裡面對不對 - 因為我看外面 - 外面是三名市場 - 三名市場 - 啊這家要吃什麼 - 蒸獎嗎 - 所以這家裡開的算 - 有一點久 - 五十年 - 五十年 - 五十年 - 你看在這種巷弄裡面 - 然後大家騎機車機 - 會更好奇 - 對對對 - 那種感覺 - 甚至沒有店名 - 甚至沒有店名 - 一籠吃個五十五塊 - 都便宜 - 都便宜 - 這樣五塊五 - 超上眼耶 - 這醬料選擇很多 - 辣椒 - 有蒜 - 還有醬油 - 醬油 - 醋跟香油 - 都有 - 那個蒸餃裡面 - 水分很多耶 - 喔 - 而且它皮膚好強 - 它是厚QP - 裡面的 - 肉其實滿夠味的 - 肉量其實滿多 - 肉滿滿的 - 嗯 - 而且收口的地方 - 腰起來更過癮 - 我覺得它吃起來 - 我自己吃的感覺 - 它有一點點 - 八角的香 - 淡淡的胡椒香 - 然後裡面很濕潤 - 我覺得算是有盤子 - 而且它肉很大 - 很濕 - 它捏的時候很緊 - 它看起來完全是鹹油 - 加一點調味 - 其實我自己個人 - 覺得這家蒸餃可以蘸醬吃 - 可以蘸醬汁 - 對 蘸醬 - 只是它的醬醬 - 這樣蘸起來吃的感覺 - 我覺得還滿好的 - 而且它醬料很多 - 妳可以自己搭配 - 妳可以自己搭配 - 而且這個蒸餃真的是下午茶 - 下午茶 - 因為它真的是一口一個 - 一口一個 - 一下就沒了 - 對 剛剛妳大概才是兩個 - 對 - 差不多是一個 - 我兩個 - 我兩個 - 我兩個 - 而且超快的 - 基本上我覺得 - 妳看著我們的 - 今天的下午茶行程 - 兩個人成型 - 都買一份 - 其實妳整個配料 - 好棒 - 剛剛好 - 今天彰化下午茶 - 也結束了 - 妳最喜歡哪一個 - 張餅 - 我也是張餅頭 - 她的感覺就很炸餅頭 - 炸餅頭 - 我真的還要排一下第二名 - 蒸餅 - 我真的很喜歡 - 蒸餅這種收口 - 我真的在外面沒有吃到 - 因為它皮是厚的 - 但是是好吃的 - 厚皮 - 喜歡吃皮的 - 所以我們都會選炸餅頭 -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吃 - 澱粉 - 澱粉類的東西 - 澱粉類的東西 - 好不好 - 而且冷凍玉沒有吃到 - 我真的很想吃冷凍玉 - 真的 我沒有裝冷凍三面 - 但其實彰化還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- 因為彰化那麼大 - 而且小王子有在做導覽 - 旅遊資料庫 - 對 旅遊資料庫 - 記得喔 - 所以你是在導覽整個彰化 - 對對對對 - 我們有30條導覽路線 - 哇 好多喔 - 所以想要吃東西啊 - 想要看鐵圖啊 - 想要玩廟 - 通常都有 - 我們今天就是走在路上的時候 - 很多人就跟小王子打招呼 - 打招呼 - 甚至有人就講說 - 今天只有兩個喔 - 對對對對 - 要帶團 - 都是帶二三十個 - 所以你想要更認識彰化 - 更了解彰化的話 - 你都可以來請小王子 - 然後帶你好好的暢遊彰化 - 對對對 - 你光妙你就介紹不完了 - 更別說美食 - 更別說美食 - 歡迎大家來旅庫 - 就是找到小王子 - 對 - 就這樣子 - 那我們彰化下午也是好 - 就在這邊到時帶一段 - 我們全世界拍 - 我自己在講什麼 - 阿珍炸饅頭 - 而且他的扛棒就很可愛 - 有沒有 阿珍炸饅頭 - 既然是阿珍炸饅頭 - 照慣例 - 老闆講一定 - 叫阿珍 - 那你過去說 - 阿珍姐我要兩顆 - 阿珍姐 - 我要兩顆饅頭 - 你兩顆炸饅頭 - 要像0.1 - 我就是 - 你是阿珍姐嗎 - 對啊 - 你看 - 我來叫阿珍炸饅頭 - 一定會有一個叫阿珍的 - 阿珍吃 - 炸饅頭 - 然後他叫阿蘋 - 他叫阿蘋嗎 - 哈哈哈